也能使自己的留言 以不同的色彩 制定在留言区的最上方 首先 您需要登入您的Google账号 才能开始进行超级感谢 或超级留言哟 直播 超级留言 如何在直播中表达感谢 并制定自己的超级留言 1.点击进入直播 2.电脑板 请找到直播留言最下方 手机板请进入聊天室 看到留言区右方的美元符号 3.点击美元符号 会看到超级贴图和超级留言 两个选项 4.点击超级留言或是超级贴图 5.进入付款页面 您可以选择想要的金额 也可以手动输入超级留言金额 注意 金额越高 您的留言制顶时间越长 可以输入的留言字数也越多 如果选择超级贴图 贴图显示的金额 既是您当地的币值 6.在传送超级留言框中 写下想感谢的留言 7.点击购买并传送 就会进入信用卡刷卡付款页面 8.添上信用卡卡号 月份、年份、邮递区号 以及卡片背面的验证码 注意红色文字标示者 为必填栏目 9.填写完成后 请点击结账 付款完成后 就会看见自己的留言或贴图 置顶在直播留言区的最上方 您的留言也会显示出不同的颜色 影片超级感谢 您可以在直播结束后 选择直播影片 或选择任何一部您喜欢的影片 随时进行超级感谢 如何使用超级感谢功能 1.打开您喜欢的影片 2.点击标题下方超级感谢图框 如果没有看见超级感谢图框 电脑板请点击右方的三个小点 就会看见超级感谢功能选项 手机板请滚动点赞留言功能条 3.点击超级感谢 4.选择您想超级感谢的金额 并写下留言 5.点击购买并传送 就完成啦 请注意 每天的超级感谢 超级留言或是超级贴图 总额度限制是500美金 或是将500美金 换算成您所在地币值的金额 并且每周不超过2000美金 如果您想同一天 置顶更多留言 可以注册 使用不同的Google账号 并选择不同的信用卡 那么每一个账号 都会拥有每日500美金 每周2000美金的超级感谢额度 欢迎大家来支持直播和影片 各位亲爱的网友朋友大家好 师父好 今天呢应该是英里24是吧 我们亚洲的时间 这算是过小年是吧 对 我们都已经开始张灯节彩 心情也进入了过年模式了 我记得小时候 不管家里是穷是负 那个时候就是到处去赶集 不一定买得了什么东西 但是有那个去赶集购物的 特别快乐的心情 过年都买什么呀 觉得女孩不一样吧 过小年23糖瓜粘 我们首先都吃那个糖瓜 就想吃的 对 然后呢肯定要买新衣服 有这个盼着的 买这些 小的时候买那些头花啊 发卡啊 对 那现在也是可能要买一些首饰啊 红色的 吉庆的啊 这些 对 小时候我记得 男孩特别关注的是买鞭炮 这个是 买鞭炮 到后来的话 到城市就烟花了 烟花 买烟花鞭炮 是 还有 还买灯笼 家里和 如果和父母亲一起的话 会买很多好吃的 对 好吃的 但是绝对的 经济够富裕的话 什么买各种的菜啊 什么 散子啊 麻花啊 去年咱们还亲自在做 对 还有家里吃肉的买了各种肉食 对 对 还买了什么 各种菜 对 对 但现在还好啊 这个 货运 现成的多 货运比较发达 那在北方也能吃到一些新鲜菜 在过去的话 在北方 冬天没什么新鲜菜 就是有几样东西 放在地窖里头 就是有 土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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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瓜 大白萝卜 红薯 萝卜 洋葱 洋葱啊 洋葱我没存过 对 大概就这几样 对 能够过冬的这个菜很少 那偏南方呢 偏南方的话 就应该有菜 是不是 南方确实供应会很丰富一些 对 就是包括水产的呀 还有包括蔬果呀 我觉得都比较新鲜 供应的比较丰富一些 对对 还要买水果 还真的是 对 想的都很快乐 是 这个尤其是年龄越小 越开心 跟着父母 跟着大哥大姐一起 是 手牵手的就去感激了 大家各种叫卖的声音 哎呀 那个热闹 是 对 其实真是很快乐 家里要准备贴窗花 贴对联 对 换新的门绳 等等的 记得我们小时候 真的只有在春节这一天 就这一段时间 就是全家团圆 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父母亲也是在外地 然后就是叔伯兄 就是叔叔伯伯 拜拜 舅舅他都在外里 就在过年的时候 才会聚集到外公外婆身边 对 或者爷爷奶奶身边 对 那个时候就光问候啊 就拜年都是 哎呦 叽叽喳喳 叽叽喳喳的这一屋子 对对 就真的是很热闹 但是过年最快乐的 还是玩 吃很多好东西 是 但是现在想想都很幸福 是 很幸福 对 今天城市的场景就是不太一样 现在通常组织的都很好 对 对 以这个商家呢 各种商家 各种商场 以过各种节日为由头 为一个理由 进行大肆的宣传 是 其实促进了大家来购物 对 但是我觉得劳动了一年 给家人买些好吃的 买些新衣服 对 倒是挺必要的 是的 之后呢 再招待亲友相互往来 嗯 嗯 是非常快乐的事情 对 对 过年的时候 就是大家的心情特别的幸福快乐 高兴开心 那个时候花钱都觉得没事 买 嗯 就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记着要孝顺爷爷奶奶 外公外婆 孝顺父母亲 对 嗯 那么还有呢 在过年的时候啊 还有一件事情呢 年轻人不太懂啊 通常呢 我们就讲就 到像华人来说 过春节啊 是真正的真正的过年 嗯 杨丽严就不太是真正的过年 嗯 那真过年的时候呢 就我妈就常说啊 就是好像这个天上的神灵 就下到人间来 来观察大家的善恶行为 行为举止 发心状态 嗯 他在给一些特别的人呢 嗯 给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呢 点彩 那赐给你好运 哦 点彩 对 是点到脑门上来个彩的彩色 就看那个神喜欢你哪个位置 啊 通常来说肯定点到头上 啊 通常点到头上呢 其实有的有福的人 比如说啊 他的这个头顶中央的位置 嗯 带那么几根红头发 哦 这就是被神点过的彩 哇 天 哎 有的人有个 这个前面 到关键的时候 一激动 哎 有个红点啊 不是点出来的 不是用手点的 哎 一激动在天目穴这个位置 就有点红色的感觉 嗯 这也是被点过彩 是哦 好神奇哦 对 有的人呢 这个 他那个彩呢 是在眼皮上 嗯 哎 偶尔你在看的时候 眼皮上有点金光灿灿的 哇 那被财神也点过彩 哇 哎 对 那他知道吗 他不知道 真的 他感觉自己一直很聪明 要不然感觉很笨 但是 被点过彩的人呢 到了那个年龄来的时候呢 好运就呈现了 哦 比如说财富就来了 嗯 哎 或者 哎 重举了啊 重举就是考到好的大学了 嗯 考到好的大学 成绩优秀啊 被神点过的人啊 他该聪明的时候 瞬间变得非常聪明 哎 他这个脑就不是人脑 嗯 就成了神脑啊 这想考试没问题 啊 一边玩耍 一边睡觉 还一边考试 没问题 都是第一名 哎呀 哎 那我们听了师父这样的讲了 就知道了 我们现在来得及临时抱佛脚啊 赶紧做好事啊 对 做好人 说好话 嗯 持善心 嗯 希望能够被神 啊 被佛 被这些 哎 天神啊 天神啊 点个彩 心怀善念最重要啊 嗯 那今天我们讲的相关的主题内容啊 嗯 有一本神奇的书 是 那个图片上大家也看了叫加沙啊 就是 就是 大约 你们谁知道 哈哈哈哈 加沙是 嗯 介绍了师父 从小哈 是怎么样走向 修行的道路 嗯 以及整个的这个修行学习的过程啊 发生的很多的事情 嗯 还有师父的这种 啊 正德觉悟的过程 嗯 以及呢 觉悟之后啊 发下的愿望和如何去帮助 嗯 帮助了太多太多人 这些事迹的一个简单的记录啦 应该讲 嗯 对 对 所以对于新的网友来说 了解金菩提宗师 这本书是一本非常好的入门书 嗯 嗯 但是这本书呢 就是 嗯 到 呃 产生的过程到 到一直能印制出来 嗯 嗯 我的感受 我的直觉就是说 嗯 其实大众除了阅读 阅读 嗯 当一个故事来听听 嗯 嗯 但是可能会给你带来一些具体的一些帮助 是 是 嗯 对 所以 今天像在这个过年的习庆的时候 大家都是心情特别的幸福开心 啊 是 所以今天也想跟网友们分享 跟师父来汇报 嗯 啊 我们听到很多很多 关于袈裟书给带来的这种高兴的故事 对 有点不可思议 对 大家可以听一听啊 嗯 我就觉得太神了 对 第一个是谁的故事呢 好的 第一个我们带来马来西亚姚秋红 她的故事 哦 她是成功怀孕 圆满了当妈妈的心愿 嗯 她说 师傅好 我是姚秋红 今年35岁 我25岁结婚 可是结婚四年多呀 都还迟迟怀不上宝宝 家人都为我担忧和着急 传宗接待的使命和渴望拥有孩子的心情 更让我感到压力很大 我虽然看了很多中医西医还有妇科医生 也做了很多检查身体 但是呢 还尝受 也尝试了师傅建议的各种方法 但是呢 始终都无法怀孕 西医也查不出原因 中医呢 就说我体内湿气重 开了一些中药给我调理 在我25岁结婚前呢 其实我就有手脚冰冷的问题 很怕冷 特别是在有空调的地方 我都必须穿上长袖的衣服 晚上睡觉的时候 必须盖上被子 在2015年10月 我和妈妈一起参加了 马来西亚龙泉禅堂 举办的八天半健身班 在课程的第二天 我们迎请了一本袈裟书 当天课程结束回家后 我迫不及待地翻开了 这本袈裟书 看到得见禅师这四个字 我们翻开都是 就是随意的一翻的 他就看到得见禅师这四个字 没想到第三天中午上课的时候 金普提宗师真的来了 来到了我们的课堂 看见师傅出现的那一刻 我跟妈妈都又惊又喜 更令人料想不到的是 师傅还在钥匙店 带领所有的学员 一起走八卦 没想到第一次参加菩提课程 我们就有机会见到师傅 还和师傅一起走八卦 真是应验了 得见禅师里面写的第一句话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我们太有福了 加沙叔的启示也太神奇了 和师傅走完八卦以后 我感觉到整个身体都是温暖的 所以在健身班课程结束以后 我就开始在八卦点继续走八卦 每次走完八卦 我都流一身的汗 整件衣服都会被汗湿透 在我走了八卦三个月后呢 我手脚冰冷的问题已经改善了 身体感觉到温热 不再怕冷了 然而我还是没有怀孕 我的妈妈也为我心急啊 她也翻开加沙叔 想得到一些启示 妈妈翻到的那一页上边写着 不产奶的母牛 听了师傅唱的音乐 就产奶了 妈妈读到这里 很兴奋地来告诉我书中的启示 安慰我别急 一定会有好消息的 而且嘱咐我 你一定要继续坚持走八卦 要听着师傅的音乐走 那么在我继续走了八卦 半年以后呢 哇 我真的成功怀孕了 八卦内功补足了我 匮乏的生命能量 也改善了我的含量体质 让我成功受孕 八卦内功真的太神奇了 那在我整个孕期期间呢 一切都非常顺利 在2017年 我平安地生下了我的大儿子 儿子很健康 今年已经五岁了 在我生了大儿子的几个月后 我又一次怀孕了 又生了个女儿 女儿今年也四岁了 在半年前呢 我又生下了第三胎 也是个儿子 走八卦的五年内 我生下了两个儿子 一个女儿 现在我已经是 三个孩子的妈妈了 我真的太感恩 金普提宗师了 师傅传授了八卦内功给我们 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延续和圆满 现在我们一家五口人 都非常幸福和快乐 真的太感恩师傅的加持护佑了 感恩师傅 真好笑 这网友现在要用掌声 送给这个师姐 应该有掌声 送给这位妈妈 年轻的妈妈 真是神奇 对呀 对 一般的讲故事 讲到这儿 觉得也是不可思议 我觉得最主要是 杂杂书里给她的启示 太直白了 对 不产奶 这个很有意思 对 听到师傅的音乐 都产奶了 你说 这妈妈一翻到这 也看到这个 这一个 这一句话 立刻心就安下来了 对 关键它不光是产奶吧 关键是产子 是啊 是啊 产了子才能产奶吧 一年五年生了仨 高产了 而且宝宝还都这么的健康 对 聪明快乐 对 你看这一家人多幸福 是 我看这个姚秋红女士 她其实先天来说 她的能量不足 是的 她是这么个人 手脚冰冷 寒量体质 对 非常不易怀孕 所以她结婚四年多 都没怀孕 对 其实她这已经 很善于利用杰杂书 已经这不是第一次了 第一次在这个之前 她还上课的时候 对上课的时候 她也翻看过杰杂书 一翻就翻到得见上师 得见上师 然后第一句写的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 你看她就刚一上课 然后就见到师傅了 还有再就是第二次 就是缠 不缠奶的奶油 不缠奶的奶油 奶油缠奶了 太准了 对 她这事寓意很直白 很直白 这个我是觉得 咱们这个书的启示 就比别人去看那些 翻看那些算命书 那个讲得还详细 比抽签准 真的 真的很好 恭喜恭喜 恭喜姚秋红 真的好 今天讲你这个第一个故事 我说送你一个非常好的礼物 好 我们期待着 云端普尔茶 哇 你看多少年了 这又写了 十五年 我还签了个字 十五年 还有师傅的亲笔签字 还有我签字 哇 对 做个纪念吧 真的是 对 好 恭喜姚秋红 喜得儿女 祝你们全家幸福 如意吉祥 健康长寿 收到 感恩师傅 高兴啊 太棒了 好 师傅给您带来的第二个故事 是马来西亚龙泉蝉堂的 刘秀娟师姐 她是用袈裟树来寻宝 我们来听听看 2018年的1月1号 我小姑啊 将她的蓝纹玛瑙手串 借给我戴在手腕上 我回到家里呢 就把这个玛瑙手串收了起来 因为我要带小孩啊 担心小孩会拿来玩 可是等我想再 我当时就是想 等我再一次 见到我小姑的时候呢 要把手串还给她 过了两个礼拜啊 小姑就打来电话问我 哎 我的蓝纹手串 马脑手串呢 哎呀 过了两周 我怎么才想起这件事啊 我就在家里到处找啊 楼上楼下 里里外外 我都翻遍了 可是就是找不到 小姑的蓝纹马脑手串 特别着急 就在我一筹莫展的时候 想起了袈裟书 我想 哎 我来翻翻袈裟书 得到一些指点吧 我就双手捧着袈裟书 心中跟着师傅默念 我有一条蓝纹马脑手串 找不见了 请师傅给我一个提示 能告诉我蓝纹马脑在哪儿吗 我一翻开书 翻到了第116页 在出体字 寻道的下面 有四个字叫 双龙铁棍 我就在家里到处找双龙铁棍呢 就是找不到 我就暂时放弃了 过了一个礼拜 我还是没有找到那一串手串 我又翻开袈裟书 你说奇怪不奇怪 我还是翻到了同一页 第116页 那一页依旧显示着 双龙铁棍 这四个字 按照袈裟书的指示 我觉得 只要找到了双龙铁棍 就一定能找到 蓝纹马脑手串 哎呀我在家里呀 又找了很久 翻了个遍 还是没有发现双龙铁棍的踪影 更没有发现蓝纹马脑手串 又过了两周 我还是不甘心 这一次我又请出了夹杀书 翻到的 还是第116页 这也太巧了 三次翻到的是同一页 上面显示的 还是双龙铁棍 我着急呀 一边求师父指点 一边不知不觉的 就走进了我一个 平时很少去的卧室 我就躺在床上 哎呀一抬头一看 我惊呆了 我竟然在这个床头的墙上 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双龙铁棍 我的蓝纹马脑手串啊 就挂在那个双龙铁棍的挂钩上面 我非常的激动 很想把发生在身上的这件事 去告诉大家 结果当我再次翻看夹杀书 第116页的时候 发现那四个字竟然奇迹般的消失了 连插掉的痕迹都没有 我心想 这明明这里有四个字的呀 怎么平白无故的就消失了呢 这个夹杀书也太神奇了 竟然以这样的方式 让我找回了蓝纹马脑手串 太不可思议了 我真心地感恩师父 当我们遇到困难和障碍的时候 有夹杀书给予我们指引 让我们跨越障碍走出困境 这本书神奇吧 神奇 这个它神奇的地方是 其实那个第116页 没有这四个字 其实没有 这个书中没有双龙铁棍 所以我们网友说 怎么我看怎么没有呢 对 它是真的没有 可是它看了三次 三次不同时间都翻到了116页 都看到了双龙铁棍 对 但是它就以为 这真的印上的字 它以为是印上去的 最主要是我师姐看的时候 它是真的看到有这四个字 对 对 所以你说这个江沙书真是神奇 因为它忘了嘛 它就挂在那个双龙铁棍 把那个手串挂在那 它忘了嘛 那双龙铁棍呢 在看照片 它就是一个双接棍 就练武的一个小武器 对 双接棍 结果那个马脑手练的 就是挂在这上 对 结果这个书就一再提醒他 双龙铁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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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了 到第三回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那个袈裟书实在是没折了 除了还是显示双龙铁棍之外 就干脆引导着他 就去到那个房间吧 对 就他那他说他那个卧室不常去的 很少去的 往床上一抬头 就在自己脑门上面 这铁棍就看见了 真的是 太神奇了 就是确实神奇 真的好玩 你说翻一本书三回翻到同一页 这就不是一个巧合了 这就是小概率事件了 就是世界上没有巧合 对 而且每一次都映出的 其实我们现在认证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四个字 反复提醒他 这是第二个不是巧合的事 而且提醒的这个信息是那么的相关 就是答案 让我们自己乐吧 真的是 有的网友就会想 是谁显示的呢 对呀 为什么显示啊 又没有印这个字 怎么会显示呢 这个需要思考 因为谁解释 仅仅是出于解释的一个 一种解释 我记得这个加沙书 是我们每一次 第一次上健身班的时候 都会听到对加沙书的介绍的 当时我也是 第一期健身班 我就请了师傅的加沙书 我一请回去 头一后 我就特别喜欢看故事 因为加沙书里都是师傅的故事 师傅从小的故事 还有师傅就是在求法 自己在就是修行的故事 证悟的故事 就是很多很多故事 非常好看 我第一遍看的时候 真的就像看武侠小说一样 好神奇 里面真的是很神奇 别相信 别相信 对对对 后来就是有很多老师 就给我们介绍说 哎呀 这个加沙书可别当故事书看了 然后你们还可以 能够好好的用它 真的是碰到难题的时候 求师傅的时候 就求加沙书吧 对 应该神奇的还在后头 是 咱们给这位马来西亚龙泉禅堂的秀卷网友 送一个丝巾 这个是梦幻家园 这个丝巾 特别美 这是我画的画 是的 对 那再送他一颗爸爸灵珠 哦 对 能得到吉祥 好事成双 好事成双 好 谢谢 感恩师傅 那我们网友在问嘛 说那个 哦 这加沙书这么神奇啊 说到哪里也能请一本呢 我们到慈悲音网站 可以请到这个实体书 哦 现在还有呢 还有 对 有中文的 也有英文版的 都有 那么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呢 可以请到电子版的 对 就下载下来 这样就不用去邮寄了 但是其实他的这个神奇的作用 都是一样的 嗯 其实对我们来说 最想听的就是 大家通过来看这个翻 加沙书 得到神佛的启示 这个故事太好听了 真的是 我还想提下一个呢 好 来 我又带来一个 好 也是马来西亚的 槟城明月禅堂的 连立音 他给我们提供的 叫加沙书 赶走了噩梦和黑影子 哇 听一听啊 在2021年的那个时候呢 我的女儿才十岁 她那么小 却经常做噩梦 而且这个问题 已经有一年多了 让我非常的心疼 她每个月 至少都有两三天做噩梦 奇怪的是 每个月都能梦到 自己被撞车 而每次撞车的情形 都是一模一样的 每个月她也会梦到 被鬼和僵尸追赶 她一边做噩梦 一边磨牙 最终都是被吓醒了 每次她做噩梦之后 第二天身体就会很累很累 女儿除了经常会做噩梦呢 还经常在学校里看到黑影子 尤其是在厕所里看到 每次孩子跟我说到黑影子的时候 我心里都特别难受 因为我帮不到她 也只能安慰孩子说 不用怕 没事的 在2022年3月的一天 我突然想起了袈裟书 也想起曾经有人分享 袈裟书的加持护佑作用 所以我就每天把袈裟书 都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神奇的是 把袈裟书放在孩子枕头底下 一个月以后 一直到现在 女儿再也没有做过噩梦了 也没有磨牙了 在学校也没有再看到黑影子了 没有想到 袈裟书竟然有驱邪的功能 竟然有这么强大的加持力 袈裟书真是一本宝书啊 感恩师父的加持和护佑 我们前面师父讲了好多集 这种邪恶的这些事情 那我们讲驱邪啊 讲这些的时候 其实还真是 这个江沙书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去驱邪 解除这些邪恶 邪恶力量的能量的 这样的一种好的方法 对 在我记得在有一些西方人 拍的电影上 他们有些遇到魔障 有些拿西方的一些经典 比如说圣经啊 还有不同教的经典 来阻挡邪魔 但是我也相信那也是有作用的 我也相信 但是没想到加持书也有这个作用 他这个驱邪的 其实这个作用很大 我还听到我们学好多的 对 我讲一个简短的故事吧 是我们马来西亚医保的 当时有一个学员 他是母亲 他的儿子很年轻 也就20岁左右 结果也不知道怎么样 就是误入歧途 走入邪道了 就在被当地的一个黑社会团体 给吸纳进去了 那个黑社会团体很邪很厉害的 就是邪 进去的这些年轻人 是没有人能够出来的 也被洗脑 被控制了 然后去做那些 为非作歹的事情 对 有的时候自己都性命不保 黑社会嘛 你想 那我们这个妈妈呢 多担心呢 那跟儿子讲道理 是没办法讲的 儿子也听不尽 后来是我们的一位 菩提的师兄 跟他讲说 你这件事情 只能求师父 那么呢 你就在家好好练功 你还是要去 跟那个黑社会老大 要去谈 要把儿子给 给要回来 对 那你去谈的 那个妈妈说 我哪敢去呀 他都黑社会老大 我一个文弱的 一个妇女 那我们师兄说 你带着师父的夹纱书 这个师父会护佑你的 你就自然有力量 那这个妈妈 也是走投无路 没办法 为了救自己的孩子 就去了 真是就到了那个 找了那个黑社会老大 他就手里 就捧着夹纱书 他也据理力争啊 也去跟人家讲啊 这样子 就是让他自己 都不能够相信的事 哎 一番话谈完之后 那个老黑社会老大 就行吧行吧 把你儿子领走吧 哇 他都没有相信 这哇 是真的吗 就把孩子领到家 这么顺利啊 对 领回家之后 他再跟孩子讲道理 孩子就听得尽了 然后就改邪归正 哇 你说这个妈妈 真的是佛在忽悠她呢 对 哇 我觉得这个 这个曲邪 这个 哎呀 太厉害了 对 有点意思 嗯 我想先送给这个 真是忽悠我们 真是忽悠我们 马来西亚 真是好玩 感恩师傅 太好了 好 师傅 接下来呢 是 芙蓉禅堂 吴玉知识姐 带来的说 袈裟书 能够帮儿子 轻松入眠 哦 2011 芙蓉禅堂是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的 芙蓉禅堂 哦 好 2016年的6月 我在禅堂 在上健身班的时候 有幸于 袈裟书结缘 就请回家阅读 有一天早上 正在 还在读 大专学服的 小儿子告诉我 他整晚 忙着写论文 通宵没有睡 好不容易 写完论文 想睡 又一直睡不着 精神处于一种 亢奋状态 很辛苦 我一听他这么说 就想起了袈裟 上课时 老师说 睡不着 可以用袈裟 当枕头 帮助安眠 我把袈裟 拿给儿子 吩咐他照着做 不到五分钟 就听到 儿子打呼噜的声音 他睡了四个小时 才醒过来 精神饱满 2017年的5月 他要赶写 毕业论文 一早 看见我起身 就向我要袈裟 他说 妈妈 我昨晚一宿都没睡 绞尽脑汁 想把毕业论文赶完 但是却什么都做不到 头脑里一片空白 心里烦躁 我把袈裟 递给小儿子的时候 他吩咐我 他不能睡久哦 一个小时后 一定要把他叫起来 就看见他躺在客厅的沙发上 把袈裟放在额头上 闭着眼睛 哦 我就忙我的家务事去了 大约过了15分钟以后 我到了客厅 看看他是否睡着了 出乎意料 他竟然在打开电脑 准备做事 哎 我问他 你怎么不睡一会儿啊 他说 当他把袈裟放在头上时 感觉有一股气 进入他的头里 昏沉的脑袋 瞬间思维就变得清晰起来 精神异异 一整晚 没有办法完成的论文 在四个小时内 全部整理好了 哎呀 我这这称奇呀 原来 袈裟还能够根据个人所需 给你加持能量 排油解难 瞒你所愿 袈裟不但是一本 非比寻常的好书 更是一件宝物 嗯 这个我 我听了也是很 很很高兴啊 也很惊奇 这个袈裟书呢 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 是 对 你要是失眠睡不着呢 哎 袈裟书帮你 睡个好觉 对 那么你不需要睡觉的时候呢 哎 他又给你灵感 让你精力充沛 又非常的专注 要把事情做完 哇 就是一句话 你需要啥 他给你啥 就你怎么对你好 袈裟书就会让你好 哇 这个真的很神奇 哎 太好了 所以袈裟书帮你写作业 就是呢 对 写论文呢 很多学生们 对 这个年级的学生最开心的事 是 这有时候你写写文章 没有思路 写好的文章 高级一点的文章 真的你又 第一个你需要本身一个基础 写作基础 第二个灵感 没错 很多作家就为这事卡住 是的 对不对 对 你看很多歌星 十年只唱了一两首歌 为啥只唱两首呢 没有好歌词 对 来唱是吧 所以因为这个写歌词的人 写这些作家不容易 要创作的 写论文也类似写歌词 所以听起来歌词很简单 很直白 实际上也不好写 对 所以这个灵感来了之后呢 其实光这个灵感 除了说袈裟帮了忙 就是直白的袈裟帮忙 其实我们修炼佛法 修炼大光明 是修炼八光内功 他都会增加你这个灵感 是的 所以这个孩子呢 他关系是 他拿这个放在头上待了一会儿 突然就是感觉到能量 对 突然心血来潮 没错 所以突然之间这种感觉 本身现在回想起来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 是 是吧 憋了很多天的论文 四个小时一下完成 对 一气呵成 对 通常一气呵成的文章 特别精彩 是好文章 没错 特别流畅 如果你修改了15天的文章 一般都是懒文章 可可巴巴人 对 真的是这样 就是这样 太棒了 所以恭喜 这个吴玉芝 对 玉芝世界 马来西亚 芙蓉禅堂的 好 送个礼物 来 再来个珠子 我送你一个 我画画的丝巾 这个叫钉 绿色的 还挺美的 特别美 也代表着丰收和清净 收到 那还有呢 送一个真火石的珠子 送你的儿子 好吧 希望呢 能忽悠他 如意吉祥 心祥事成 学业有成 好吧 收到 感恩师傅 太有能量了 你看我们刚刚听到 加沙书帮助睡眠的 我们有个网友 就在写 笑笑网友 他说 我妈妈把加沙书 结缘给他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失眠多年了 他拿到书以后 迫不及待的 一口气把书 从头读到尾 读完以后 高兴得不得了 心中对师傅 升起了强烈的信心 就在读完加沙 没几天呢 他竟然还梦到了师傅 师傅在梦中 为他灌顶加持 也是从那一天开始 他多年严重的失眠 竟然消失了 从此 每天都睡得很香 他高兴地跟我妈妈说 加沙是宝书啊 师傅太厉害了 太感恩师傅了 哇 这个真开心呢 对 真是好 奇迹还很多 对 还有精彩的故事呢 很多精彩的故事 不同类型的神奇 这个最有趣了 好 再来自台湾台中的黄英香 是网友给我们带来的 说加沙会友我顺利买到房子 加沙说还帮你买房子 我们听一听 我在2020年4月看中了一套公寓 和屋主谈价钱 希望能成交 可是我的心理价位 与屋主想要的价钱差很多 所以屋主当时不同意卖给我 后来呢 房屋中介就建议我先出一笔 握旋金来表示诚意购买 我缴了握旋金的那天晚上 就把握旋契约书 加到了袈裟书里边 然后呢放在枕头底下就去睡觉了 心中也希望师父能加持我 让我如愿 隔天屋主竟然同意 以我心目中想要的价格卖给我了 就这样在师父的加持后 我顺利的买到了众议的公寓 非常非常感恩师父加持 让我心想事成 哇这买房子 他本来跟人家差的价钱还不少呢 他出的低嘛 那人家不卖嘛 对 加沙又帮了忙 让对方有幸福感啊 哇就是卖给他都开心啊 还省了那么大一笔钱呢 对 最优惠的价格 原物主说我就开心 对 足够开心 找有缘人 对啊 原来要五百万 现在三百五算了 这真是 真是 老天真的赐给他一个大好人呢 哎呦 这可能就是点彩点的吧 这有可能 真是啊 他关键 他把那个斡旋契约书 其实就是买房合同 对 买房那个叫协商合同 对 合约 offer 各国买房都有这个东西 嗯 签字为证 是 哎 他呢 结果把这个 这个这个合同呢 就夹到了夹杀书里头 嗯 他希望得到护佑 对 结果 真如他所愿 还那么快 第二天就心想事成 谢谢说还是以比较便宜的价位买到 嗯 是 真的好 真的好 嗯 你说一个一个城市里的 那个新房旧房往外卖的无数 对不对 嗯 但是你能看得上 有符合你的感觉 有符合你的价位的不多 对呀 有的人买了十来年还没买到 是 你看他呢 我相信他也等了很久了 是 对 真是心想事成 为他 你说神奇不神奇 对 真是 我开心了 嗯 那师傅也送给他一个小礼物吧 好 嗯 来 送给他 你看我们都用真的宝石穿的 这个项链 好美 特别的美 正好是 在春节 哎呀 新年 春节来了 这戴上他多吉祥啊 对 吉祥快乐 气洋洋 对 好 恭喜黄莹香 祝你这个买房之后呢 健康快乐 如意吉祥 家宅平安 收到 感恩师傅 这有买房的了 是不是还有其他方面的神奇 还有还有 这个 接下来这个故事 我先不告诉大家 这是家沙叔起到了啥作用 大家听我慢慢到来 好 好 是来自于马来西亚芙荣禅堂的 陈娟师姐带来的 2019年的一个下午 我跟先生出去了一趟 回家后就看到 一大群蜜蜂 在我院子的鞋柜里 我吓坏了 我想了很多办法 要把蜜蜂赶走 可是啊 我们家隔壁是幼儿园 我担心对孩子就会有危险 谁知道这些蜜蜂 怎么赶都赶不走 只要赶他们 他们就会到处乱飞 我当时很紧张 直接给消防员打电话 请他们来帮忙 刚挂下电话 我突然就想起了家沙叔 便拿着家沙叔 与金菩提宗师沟通 提请宗师 在不伤害的情况下 把蜜蜂都赶走吧 提醒了不到十分钟 当我再一次到院子里 哎 发现所有的蜜蜂 全都飞走了 所以我又打电话 给消防队 告诉他们 不需要来了 因为蜜蜂 全部都飞跑了 通过这件事 让我觉得家沙叔 有着不可思议的力量 我无论走到哪里 都会带着一本家沙叔 它会给我一种安全感 这个也想不到我 这家沙叔还能赶蜜蜂啊 真的 而且是不伤害蜜蜂的情况下 就好像家沙叔 给了那个蜜蜂群 一个信号 飞走吧 飞走吧 大家飞走吧 那个蜜蜂 接到信号 对 否则消防队来了 消防队来了 消防队来了 都是很残忍的 可能用药一喷就全熏死了 对 全部小命不保 对 他就接到了这个讯息 赶快走吧 哇 这多平安多好呀 对 我们为蜜蜂也高兴 为这个世界也高兴 对 但还是提醒大家 就是我们尽量在生活中 遇到各种各样的事 尽量少伤害 对 这点是最重要的 是 好 你说神奇不神奇 加沙叔还给蜜蜂发指令了 就是 好玩 所以我说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其他动物啊 昆虫啊 这有很多我们不太容易理解的那个那种现象 灵性 所以我们在越研究这个世界其实就越神奇 真的 对 我们真正的达到一个境界去看事物的时候 那边是土吧 你的感觉还是原来的土 但是你的认识就完全不像小时候认识的土 或者沙子那种感觉了 嗯 它变得更神圣了就会 对 对 何况是密封呢 嗯 好 就提醒这么多哈 好 那这个我送给这位陈娟哈 嗯 这个马来西亚佛容禅堂的陈娟 一个新年礼物哈 好啊 嗯 来 大红宝瓶啊 天呐 这么这么大 红宝瓶啊 师傅 太棒了 这个就是我屋里放的那一个 是啊 就是在师傅的这个密封堂里 对 真堂的 这个我买了十来年了 哦 对 放着我就送给他哈 这个 就是因缘吧 就觉得 新年送啥呀 新年聚宝盆 那就是 尽量送一些好的 比如说聚宝的 嗯 聚智慧的 聚福的 聚财富的 嗯 聚人气的 哇 对 就希望多一点 新年的时候要有这样的感觉 啊 对 聚智慧的 而聚智慧的是什么东西 你想想 从物品来说 哦 书 书 书 还有 笔 笔 对 文房类的 嗯 嗯 嗯 燕台 对 对 我们说一般的物品哈 嗯 通常这类 它代表着智慧 嗯 对 呃 代表着这个 家族这个香火兴旺呢 香炉 香炉 所以我们今天摆设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 呃 为大家新年啊 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个 呃 吉祥宝物哈 这个方面来来来提醒大家哈 哎呀 太感恩师傅了 吉祥师姐就是分享了他的这样一个小故事 师傅赐给他这么大的福报 真的是太有缘了 我还有更大的大红瓶呢 抱不动啊 对 下一个有缘人我就送给你 好 好 再大的大家也欢喜啊 其实我特别喜欢给大家送礼物 啊 真的是 嗯 那你说是为什么 也有人说哇 你在是不是想拉网友喜欢你 哎呀 我这么老 你喜欢我干嘛 就是我喜欢给大家分享 其实师傅是把一个 对 吉祥 哎 送给大家 对 嗯 这是心里话 真的是 对 对对对 所以像我们下期直播哈 嗯 我会送我前提前照那个普二茶哈 哦 那个老普二茶 对 十几年的哈 嗯 那我喝了喝 这两天咱们都在喝哈 嗯 很好 那个那个 它真的非常的 不是一般的养生哈 真正是宝哈 通中白 这个集的 啊 就是对你的真是有帮助 哎 那到到下次直播 下一次还是再下一次吧 嗯 反正春节期间 春节期间的直播哈 嗯 我会送三饼 但是这个三饼不送一个人哈 嗯 我呢会把它 分开一下 打散之后呢 分头多送给几个人 好呀 更多人能够得到师傅的茶叶 我相信你能有 有这个机会泡那一壶茶喝了 我觉得就可能 能够健康 像神香一样哈 爱严寿哈 健康严寿 对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哈 太感恩师傅了 嗯 那我们春节的时候 一定来听师傅的直播 对非常应该 嗯 来获得师傅赐的宝贝 是是 嗯 太好了 对 所以加沙叔很神圣哈 对 他什么事都管 对 怎么干这么多事哈 嗯 但看还有没有啊 有 下面带过来的就是 呃 是跟身体健康相关的 其实这个我们网友留言特别多 你看就是 如果母亲真呃 肚子痛的时候 就把加沙叔放在肚子上 神奇的是过一会儿就不痛了 哦 这种很多的哈 那我们这一位 呃 新加坡的刘玉娇 网友呢 他分享的是 摆脱了17年的鼻子堵塞 我们来听一听 师傅好 我是来自新加坡的刘玉娇 今年60岁 我36岁的时候 就开始容易伤风感冒 几乎每天都会流鼻涕 打喷嚏 有的时候呢 还会喉咙痛 如果身边有人感冒 我很容易被传染 时常需要看医生 起初呢 药物确实有作用 当过了两三个星期以后 这些症状又会反复发作 因为这样呢 我时常感觉很疲惫 甚至因为害怕被别人传染 就很少出门 那由于长期流鼻涕和抹鼻子呢 我的整个鼻子周围啊 就逐渐开始疼痛 这个疼痛也沿和这种不适的感觉 也延伸到额头部位 总觉得有东西堵在这个鼻根 额痘那个地方 这让我时常的头晕 头很沉重 无法集中精神 很多时候我和朋友说话 突然就忘记前面说的话 就好像断了线似的 真的好无奈 2013年 我通过菩提杂志认识了 菩提禅修 有一天 我在禅堂修炼大光明修之法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眼前一片漆黑 头晕又来了 我很担心就走到了大殿后方去休息 那禅堂的老师赶紧把我带到了师傅的法相前 交给我一本袈裟书 放在我的头顶上 心中 我呢 心中默默的齐请 请师傅来帮助我 神奇的是 不到几秒钟的时间 我就感受到一股强大的能量 从头顶灌入到身体内 过了大概十分钟以后呢 我感觉身体精神好了很多 眩晕的症状也完全消失了 那一天回到家 我洗完澡 突然打了个喷嚏 我看了看手中的纸巾 天呐 鼻涕里有好多像胡椒粉一样的小黑点儿 我还没反应过来 又打了个喷嚏 这一次竟然排出了比之前更大的黑点儿 看到这一幕我都被吓坏了 心想鼻子是不是出了问题呀 紧接着 鼻子又流出了一团 和两毛钱硬币一样大的粘液 粘液是灰黑色的 还带点绿色 软软的 有点像口香糖的那种质感 粘液排出来的刹那间 我的额头感觉轻松了很多 但还是感觉鼻子有一点点堵塞 我赶紧跪在师傅的法相前 提醒师傅再次帮帮我 然后又把袈裟疏放到头顶上 果然 我的鼻子开始哗啦哗啦 不停地流出白色的鼻涕 留了15分钟才停止 这一瞬间 我终于感觉到真正的通畅 我的鼻根到额头 整个都被打通了 额头无比的轻松自在 这种感觉真是太舒服了 我真是非常开心 非常感恩尊贵的师傅 和袈裟的慈悲加持 让隐藏在鼻子 额头里面 17年的这种阻塞 完全消除掉 感恩师傅 好神奇啊 他说的这种现象 就听着有点恶心 流出来又带黑点了 又是绿色了 又是灰黑色了 然后白鼻涕又留了15分钟 哇 可是他17年的这种 整个这一块的这种堵塞 就这么神奇地被打通了 但是反过来 我们如果想想 如果没有这一次被打通的话 这一块东西 这个黑色的 这个黏乎乎的 一直堵在它的鼻腔里 时间再往下发展的话 会发展成什么样呢 以我左右的经验 在30多年前 就是我们当时在中国的北戴河 当时我们有个产修基地 那我们开一个特别的班 可能也是与念佛有关吧 念了很多天到结尾的时候 当时这个事情就发生在我的眼前 大家都在地上做个电子 打冬天就在那苦念 也不觉冷了就 就有一个女同修呢 你这样 他要打喷嚏的样子 一看见我在跟前又吓一跳 但是还忍不住咔嚏一次 他用手 他这有东西喷出来 我真是正在他前方不远处 他用两个手捂着捧着 出来 其实就有点像鸡蛋似的 但是里头是绿蓝色的 我只能说这个东西就可能 它的病罩 就是你看得见的与癌相关的东西 就这样 从他的鼻腔里头 往前喷出来了 好大一团 黏糊糊的 那他就消除了这个病嘛 对 从那之后他多活了二十年 所以咱们刚才新加坡这个网友 多幸运了 他也是把这个病罩给排出来了 对 其实经过这种特有的加持 其实我们获得神佛加持 有时候说 你比如说念了几天佛 有时候跟我们修法 修了几天 有时候就得到一个特殊加持 就是瞬间 可能你那个现象就被改变 或者是被疗愈 或者他那个疾病状态 立刻就发生了 消失了 性质的变化 对 这听起来很神奇 但是我觉得与神佛相关的事情的时候 他就是有一些叫你 神奇 无法预测 对 他就很神奇的出现在你的眼前 对 那这个快慢的感觉呢 一个是与业有关系 还有与你的真诚有关系 疼心 所以你特别特别真诚 当你的心真正的慈悲的 清静下来之后 才你的疾病才开始改变 还有的人说 我念了三天佛 怎么还没改啊 我基本上想毛病 怎么没有改 你是很狂躁的念 就是你的心根本没有完全静下来 那你的善心也没有提取出来 它都不容易被改变 所以 拖了一点时间 就是等待你改变的这个过程 对 你改变的越大 你的作用力就越大 就是这样 所以当你那个诚意来的时候 可能这个笼子 二十年耳鸣或者耳朵听不见 瞬间啪一下就通了 打开了 甚至说这个鼻痘癌 那个东西啪一下喷出来 喷出来就好了 几次就静了 立刻就被洗净了 就好了 所以这是 就是等待那个时机 对 就被净化掉 但是师父刚才给了我们 非常好的一个提示 就是 等待的这个时机当中 是有一把钥匙的 那把钥匙是什么呢 那就是我们的诚心 对 按照就是佛的这个宏观的那种行为 他希望你能够静下来 而且能成为一个真正慈悲善良的人 所以你的躁动感 你的复仇心 你的挑剔心 你的那种刻薄的心 计较 对对对 紧紧计较又挑剔等等的 或者伤害心 你还没有消除的时候 你这些病会紧紧贴着你 想接下来都是不可能的 就像你的耳朵长在你头上去 你怎么把它接下来 对不对 对 所以你只有彻底的从心里改变自己的那样的习惯 习惯 心里习惯 对 从一个普通的有伤害心的人 就贪嗔痴慢疑的心 变成一个真正慈悲善良的清净心 你才开始被改变 是 对 那所以我相信呢 这个新加坡的这位刘女士 刘玉娇 她可能就在那个 很快的那个时间里头 是 她就把自己的心调的 很真诚 那清净 清净 真诚 对 加慈悲 对 就瞬间就得到了加持 就是这样 感恩师父 恭喜恭喜 有礼物 好 来 好 一个一条四巾 还有一颗八宝灵珠 哇 太美好了 好 祝愿刘女士 这个健康长寿 全家幸福 事事如意 受到 感恩师父 好 师父 接下来是来自于新加坡的 书光亲网友 给我们写来她的故事 好 师父好 2015年的时候 我的母亲当时高龄75岁了 一个人在外国住着一套公寓 我心想把加沙书送给母亲 一定可以帮助护佑她 她也很乐意把书本 都放在客厅的书架上 自从母亲有了加沙后 时常不是闻到花香 就是看见白色的光团 在她的头里上盘旋 母亲觉得那是神明在护佑 十分的欢喜 妈妈77岁那一年 有一次到超市买东西 回家的路上 她推着菜篮子车 结果不小心被石头绊倒 整个人啪的一声 倒在地上 菜篮子车也被打翻了 幸亏妈妈爬起来 整理菜篮车就回去了 不料几天以后 妈妈想弯腰打开电视的时候 突然间腰部很强烈的刺痛感 非常的难受 她立马就无法直立行走了 接下来的几天 坐也不是 躺也不是 腰腿部的疼痛越来越严重 到了上床睡觉时 都要有人扶着她躺下来 医生说 你母亲有可能需要动手术 可是我们一想到 她都这一把年龄了 如果开刀的话 危险性特别高 所以我们都决定 带着母亲出院了 自从回家的那一天起 母亲时常把袈裟 放在腰腿疼痛的地方安抚 并且齐请师父加持 希望能够快点好起来 几天之后 母亲如往常一样 用袈裟来加持疼痛部位 过一会儿后呢 就躺在客厅的沙发床上休息了 这时 她看见一道光团 在额头上盘旋 一会儿就消失了 接着又突然出现了 三颗橄榄形的眼睛 很像觉悟之眼 书本封面的眼睛一样 在她眼前飘着 她们从门口飞到窗户出去 妈妈被这一幕惊呆了 这时她醒来 发现窗户被飞 被风吹得哐哐响 赶紧起身走过去关窗 可是等她坐下来之后 才意识到 诶 我刚才怎么竟然 可以独自站起来了 腰腿不痛了 而且还可以自己 上下下沙发床了 真的是太神奇了 从那以后 妈妈可以轻松自如地走路了 由于年迈 今年妈妈已经83岁了 常常吃东西不小心 就会引起胃疼 这时 她就会抱着袈裟书 请师父加持 很快的 20分钟左右就见笑了 从这些事情发生后 袈裟变成了母亲的家庭医生 每次哪里疼 她就拿着袈裟捂在哪里 过后一会儿一定会好 袈裟有求必应 让妈妈非常感恩 她时常交代我 要为师父点灯 来感恩师父 2022年初 妈妈常常会遇见一些 莫名其妙的事 睡觉时 有东西来干扰 不是身上痒痒的 感觉不自在 就是朦胧能见到黑白无常 有一次 妈妈梦见黑白无常 就站在她的床边不走 她朦胧中有点害怕 顺手拿起床头柜的袈裟 对着黑白无常 一会儿 他们俩就消失了 从此 母亲就会在睡觉之前 提醒袈裟护佑 上床睡觉时 也会把袈裟放在头顶上 顶着睡 她再也没有看到黑白无常 也没有不自在的感觉了 有一次 凌晨四点 正好是中元节期间 母亲梦见我的外婆 站在床头柜边 告诉她说 我要回去 感觉好像外婆 想把妈妈也一块儿带回去 可是妈妈却坚持 不跟着走 惊醒之后 她回想起刚才的梦 还有些害怕 我赶紧为她 在菩提禅修学院 束佛今生 不久后 妈妈又做了一个梦 她梦到自己来到一个公园 公园的门口处 有很多人在排队 母亲也跟着排队 到了她的时候 门口的人却说 你的证件不齐全 不合格 所以不能进去 你回去吧 她顿时从梦中惊醒后 就给我打电话 我告诉她 师父已经帮您化解了 幸亏你没走进公园门口啊 妈妈非常欢喜 非常感恩师父 又交代我 一定要为师父点上 四十九天的吉祥灯 要连续三次 现在 妈妈每天早上都会念佛 感恩师父与佛菩萨的加持护佑 弟子和妈妈 再一次感恩尊贵的师父 感恩加沙叔 使她 使我的妈妈可以健康生活 一切都平安吉祥 你看这个听了好感慨呀 是 这个老母亲呢 健康 消灾 严寿 对这本加沙叔 真是忽悠她 这是一轮接一轮 对 一道接一道 对 好像是她的生活宝典 没错 也像她的护身符 所以她说是家庭医生嘛 家庭医生 加上护身符 对 什么事都管了 什么事都管了 对 摔倒了 没问题 肚子痛 好 就放在肚子那 对 晚上睡不着觉 看到一些鬼怪的影子的时候 对 加沙叔亮出来 哎 老母亲也是很有缘分 她也 就是加沙叔一到家 她就能感受到一些 白色的光啊 这些 还有 瑞相 瑞相 对 好听的声音啊 等等 然后她也很会用 然后黑白无常出现的时候 她就拿着书 就是 就像刚才师父说 那电影里边讲的 拿着圣经 拿着咱们的经书 对 拿着加沙叔 对着那个黑白无常 黑白无常 拜拜 就走了 不敢去拉她了 对 后来还有做到一些噩梦 其实我们现在知道 都是不吉祥的征兆 对 一个是 她梦见了外婆 去世的母亲 要带她走 结果她会说 我不去了 然后第二次呢 又做梦了 梦到一群人 都是故事的人 要排着队进公园 进一个门口 对 都排到她了 结果那个门卫说 正见不齐 你现在不用来 回去吧 你不合格 对 你看又一次的 让她严寿了 严寿了 消灾严寿 真好 太好了 那我呢 送给这位老妈妈呢 一见咱们这个 你看 福地参修 土地参修 这个红色的T恋衫 这个你想穿 什么时候都可以穿 能给你带来 如意吉祥的护佑 那我送给咱们写文章的 他的孩子 他的女儿 送他一个丝巾 梦幻家园 过年了 这个丝巾其实是挺美的 非常美 就看你用哪一头 另外一头有点淡的与黄色相关 另外一头是蓝色的 也很美 这是一幅画 大家觉得如果印成丝巾挺美的 印出来是挺美的 是 好 恭喜我们这位新加坡的网友 苏光卿 老母亲受护佑 真是很有意思 其实很多老人家都挺孤单的 对 他需要有各种各样的陪伴 需要护佑 需要有精神的寄托 没错的 对 本身也非常需要 是 好 我们也祝福这位老妈妈 能够长命百岁 收到 这个清静自在 收到 天天快乐 收到 得到佛菩萨护佑 感恩师父 师父 我们听了这些神奇的故事 其实我们网友也有很多的分享 我们也想跟师父再分享一下 好呀 好呀 你看这位秀秀网友他说 他的一个朋友 早上呢 早上起来的时候 结果先生 就是呼吸困难 这个先生就大力敲打自己的胸部 那这个太太就赶紧问说 你怎么了 怎么了 先生就说哎呦 不行 我喘不上气来 呼吸不了了 很难受啊 那太太就吓坏了 结婚二十多年 没有见过先生这个样子 赶紧让他躺下来 哎 躺下来以后突然看到床边的袈裟书 就把这个袈裟书放在先生的胸口 哎 静静的过了十分钟左右 先生就说没事了 胸口不疼了啊 就太神奇了 非常感恩师父 嗯 这个也是嗯 在保了他的健康啊 可能是避免了一次非常严重的疾病啊 是是 对 对 笼统而说这个 其实袈裟书可能还有更多的 这种提醒和护佑的功能 是 对 嗯 很好很好 对 还有我们一位金像级网友说 他的爸爸脑血栓二次发作 结果造成了语言障碍 医生也没有办法 于是他只能让我爸爸读袈裟书啊 没想到神奇的效果发生了 上午爸爸读的时候还听不懂 因为他就是压迫了吧 估计血栓压迫了 中风以后那个说话不清楚吧 不清晰了 嗯 下午居然一切都正常了 嗯 上午说的话还听不懂呢 下午一下子就听懂了 嗯 一切正常了 八十岁的爸爸还总是不自觉地流口水 他自己在脸上都拔了好多罐子 也不见效 于是我灵机一动 又用上了师父赐予的法宝夹纱书 我让爸爸用夸张的口型 嗯 张大嘴巴嗯 一个字一个字的朗读袈裟书 没几天爸爸就不流口水了 哇 我又成功地用袈裟书解除了爸爸的病痛 哇 使出有掌声 真的 太棒了 这个很好 真是 中风后的恢复不容易啊 不容易啊 是 对 看他上午还听不懂呢 下午就已经口齿听得清了 就已经 这是多大的瞬间的进步啊 对 瞬间啊 这是 我们这种网友也很有灵性啊 善用夹纱书 真的为他高兴哦 对 为他父亲高兴 你真有那个需求的时候啊 大家也是像有兵乱投医一样啊 真是 那我觉得夹纱书呢 也是一个 可能会带给我们一些神奇 护佑提醒等等 综合这种护佑作用的一本书啊 对 是 说到那个提醒就是嘛 他说 这个王秀莲 网友他说 我第一次看夹纱书 晚上做梦 就梦到提醒我家里的电 要注意一点 结果过几天 真的是电线被别人给弄断了 好在没有出什么事故 感恩师傅加持护佑 你瞧多准 是 是 真的 还有很多网友现场也在分享 他说 十年前我是到素食馆 金蛋的网友说 到了素食馆看到了袈裟书 回家就看了这个书 当天还梦到了师傅 就梦到师傅 梦里听到师傅念药师佛心咒 我就循着声音找师傅 师傅说 你手上有旧患 我帮你调理一下 师傅当即就加持了 等我梦行以后 十几年前车祸撞到的手 就不痛了 活动自如 就这样 师傅和袈裟 把我镀进来了 感恩师傅 哦 就在素餐馆上拿到一本加拿书 对 那还挺特别 我们好心的同修学员 对 估计是放在那儿的 对 希望能够结缘 对 对 他有好心的人自己拿出来结缘的 是 对 真挺好 有缘分啊 结果你看他就受益了 是 十几年的这个手 车祸 都撞坏了的 然后师傅当天晚上就给他在梦里加持 这本书啊 其实在家里啊 我觉得放一本还挺好的 挺好的 读一读也是在修行上也是有启发 是 对 对 刚才物理世界讲嘛 说第一遍像读武打小说一样的 读故事 第二遍读就会读出不一样的感觉了 我一共读了三遍 第三遍就更不一样了 真的是 对 就好像有禅意了 对 就原来是看字面 后来能够体会到他其中的道理了 而且阅读越拍大腿啊 拍大腿啊 就是 好像真的是有一点慢慢的 渐入家境看懂了 会越看越懂 越看越懂 对 但是这个书真的其实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的简单 它可不是一般的书啊 对 好 师傅那你看我们有这么多 这些神奇的故事还有很多啊 对 那想问问师傅 也替网友来问了 那这一本书 它不就是一本书吗 为什么会有产生这样神奇的效果 有这么好的护佑的作用呢 好像我第一次有人给我提问这个问题啊 怎么回答呢 我想一想 嗯 就是在这个 我就是感觉到哪 我就说哈 有点有轮次哈 这感觉 因为我怕考试哈 绝针老师一问我 就回答哈 不好意思师傅 因为其实挺难回答的 嗯 这个概念 所以我就想哪说哪 嗯 在我们当去研究宗教的时候 甚至有时候我们好像自觉不自觉的 希望让自己的心灵能够升华 是 升一个档次 看电影 看书 看剧的时候 其实也挺羡慕和崇拜那种 好像有点开悟 也悟透一点禅机 甚至在自己的人生上 饮食上 甚至穿衣 生活这方面都会有一些改变 还让自己好像人生变得更有一种叫做幸福感 更有一种和这个世界合而为一的那样的融洽感 嗯 这种感觉就好像是我们世俗所说的 你在体悟道的感觉 就是悟道的感觉 在悟道之中呢 非常重要的有个 现在我想到的一个点哈 就是这个善与恶 嗯 在中国哲学之中 是哪个子啊 是孔子老子之类的 说人之初性不是善 那个三字经里边 三字经 从小学就是这么背的 但我想可能孔子老子之类的 他们可能或许都这么提导过这个概念哈 那三字经可能不是一个人编的是不是 是可能一群大儒 大学士们一起这么编 来教化众生的哈 我想问你们 就是问你们也问网友 请问 人之初 就是人刚出生之后 他的本性是善还是恶呢 我也等待网友回答 你们也随便说 这个没有对错 好吧 只说两句 是师傅 我觉得 因为我们好像一直就是受这种教育的 就是连都不识字 只会说话的时候 就是背这个三字经 就是这么背 就是人之初性本善 对 就人之初性本善 人之初性不善 但是其实在 在不同的这个流派中 包括西方哈 他也去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有的 有的这个学术派别呢 或者是思想的这种派别呢 就是说 人之初性本善 有的就是说 人之初性本恶 因为他恶嘛 所以就得管着 对 对 那么当社会的这些大儒 这些大哲学家 在研究这个 人之初 人性 就是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时候呢 他如果把这个推到一个社会高度上 让众生能够去议论的时候 这个本身其实是为了 第一个叫说服皇帝 他的这些文章和思想是为了说服皇帝 第二个呢 和皇帝一起合谋呢 去教化他的国民众生 这有点像教育孩子 比如这个孩子 这今天也做了坏事 也做了好事 是吧 比如说考试吧 语文考了100 数学考了30 请问 是该讲该法呢 都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确实 那你说不行吧 人家语文考了满分 对呢 你说行吧 数学考了30 明明满分是100 是吧 为难 你说他聪明 对不对 因为很聪明 所以还经常撒个网 完了之后 爹妈总能给他点电话钱 但给了经常后悔 说下次不上这小子的当 结果他又一个谎言 妈妈又拿了钱出来 给他挺痛快 给完之后又后悔 说每一次都上这小子的当 完了之后 找个算华先生 一谈算华先生说 恭喜你啊 你孩子很聪明 请问你怎么面对他 你说你孩子是好还是坏 都有 真的 都有 好的时候就好 坏的时候就坏了 就是对于家长来说 就一阵高兴 一阵烦 有一个人跟我说 这个人是比较朴素的人 打人骂人 杀生的都是坏人 这是老奶奶 一会儿他孙子 从外面上大学回来放假 孙子我给你刷鸡去 来 打上来了 开吃 看他孙子吃鸡 高兴的 哇不得了 对 我说老太太 你那个 刚才还说呢 你这是善啊 饿啊 我说善啊 我说你善什么呢 我宰之鸡 你以为我不好吗 我这是疼我孙子啊 你看他这个泪瘦了 他都说太原宫都瘦了 瘦的这一年呢 都没长个儿 是不是啊 我这是善 不光善 我还是慈悲呢 因此呢 我就引发我的想法 请问老虎吃牛羊的时候 是善还是饿呀 老虎吃牛羊啊 你从画面来说 很多人 今天很多网友 肯定说那是饿 是饿 你知道 站在老虎 正在吃牛羊的老虎的 妈妈怎么看待他呢 他吃了才能活下去 对 甚至是他奶奶怎么看呢 是这个老虎啊 是母老虎 正在喂着两只狐仔 三天都没吃饭了 是吧 这个妈妈是因为有责任感啊 要大慈大悲啊 一定要把两个小虎 在养活呀 他吃地瓜 他受不了 闹肚子 是吧 他吃草 消耗不了 把他牙塞的都是草 他也吃不下去 所以他只能 把吃草的那个东西给吃了 他才能消耗得了 他能变成奶水 养育他的虎宝宝 是 他就说 我闺女是大慈大悲的虎 充满了母爱的虎 所以到了佛陀那判决的时候 说虎无罪 因为如果没有虎狼之类的 如果让羊和鹿 来横行世界的时候 你以为他是 在虎前 他是被吃的 对不对 他是弱者 我们都同情弱者 对不对 把这些弱者 如果没人去修理他 让他放肆的繁衍的时候 我相信地形人类 根本没有什么饭吃 草啊 庄家都吃没了 对 就拿今天的 不平衡 很有限的那个非洲草原 对 就是国家还保护着 不准去狩猎 不准去杀动物 国家花了很多钱 是吧 美国很多这种 救护动物的组织 也花很多钱 帮他保护那个 所谓 与人类世界共存的那一块 自留地 对 就是所谓的 野生动物保护区 让它自然地繁衍 是 在那里的科学家就说 要有多少只狼 多少只虎 它这个区域就有多少只羊和鹿 它这个一直保持一种平衡的数字 当然如果我们刻意地说 好吧 有一个不够更智慧的人 就是好吧 我们把这个狼和虎抱子 全给杀了 那科学家就吓死了 跪下去 你千万别杀 你杀完之后 世界保不住了 整个生态平衡 会被打乱 我们只能拿大炮轰 这些羊鹿 甚至长颈鹿 因为它会把所有的制备 全部啃光 是 甚至你认为极强的大象也是如此 它破坏力更强 请问什么是善和恶呀 没有一个统一绝对的定义 是人自己的定义 或者人在于社会的所谓 大家所认同的一种感觉而定义 或者人站在人的角度定义 对不对 对 这是叫人当中也分 他的智慧分三六九等 对不对 更高智商的人 他可能正在研究和我说的这个概念 对 到底什么是好坏 善恶 慈悲与邪恶 但是一般人说 骂人的 打人的就是坏人 你偷偷的东西 把我们的钱都全部偷走了 我们存了三十年的钱 想买个房子都买不起 我们肉都不敢吃 我们的鞋子 衣服都是旧的 可是你一晚上把我钱全给偷光了 为这个事 我妈自杀了 我爸跳井了 我把这个小偷打了一顿 请问我是善是恶呀 为民除害 那今天盲目念佛的人说 那也应该为他念佛就完了 那是你 我不会这么做 我可以把这小偷揍一顿 这是肯定的 我还得追 我的钱在哪里 我觉得这是公平的 知道吗 善恶是由你自己的心决定的善恶 或者你的爸妈告诉你 这叫善恶 你上了中学 到二十岁左右的时候 你就去否定你爸妈 那不是善恶 但自己又得学习 到三十五岁的时候 善恶又可能 也许认识上又胜利一级 建立了一套 善恶是心中的一种决定而已 所以等到了一个 我们这个话听明白了 我们讲这干嘛呢 对呀 人心之中 本来就无善无恶 但是因为生存 因为我们大脑意识中 为了让自己生存 要得到我自己想得到的 先是得到叫做 其实第一个就是 吃饭的生存权利 第二个 为什么为情 打打杀杀也比较多呢 也比较费脑筋呢 这是配偶权 你能延续后代 对吧 就为这两件事情 这一生啊 就足够你去消耗和折磨的了 就痛苦的了 真的 是你基因之中的一种追求 那有的人说 我就不想结婚 但是整个荷尔蒙 和整个他的大脑 遗传基因之中 到那个点上 看个人就得结了个婚 还没恋爱就结了婚了 是吧 这就是 好像人是被 一个系统给控制了一样 也有人说 是外星人造了地球人 所以我们都 活在一个 必然的一个年龄时空之中 你到那个阶段 最多活120岁 真的就是没病也得死 对吧 就仿佛咱们这些人生经历 就仿佛被写过程序了似的 当你什么年龄代 是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 什么年龄代 要去做什么样的事 没错 就像你的手机 有多少程序就固定了 还有人的 就是各种贪婪 贪嗔痴漫仪 这些东西 在每个人的DNA之中 全部是被注定的 贪嗔痴漫仪 也不是坏 但是用重了 就是伤害 伤害多了 就形成了业 这个业 重了你的病多 又倒霉 那事就来了 这是人 我把人研究完了 人研究完之后 可是有一类人 像我 像你 像你们 还有今天我们很多的网友朋友 很多他开始追求 叫绝对的善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善 但是我就企图 我就要追求 究竟这种绝对的善 虽然绝对的善 在这个地球上 和宇宙之中 不容易生存 不容易存在 很难存在 但是你的极致的追求的本身 就是自我洗礼 自我洗敌 自我洗礼 洗礼 自我升华 不然是不是自我吧 一般都是 让自己升华 有佛 有神 有师父带领着 让你 教你来进行升华 这个过程 但是一旦升华到了那种 无欲无求 并且能够大慈大悲 利益众生 他这个善恶的东西 本来让自己已经究竟到了 无善无恶 善恶是自己的一种决定 和追求而已 但是我追求的是善 虽然追求善 是一种愚蠢的行为 但是愚蠢的行为 最后变成一种 大智慧 对 愚蠢的极致 就是智慧 就是不再是一个境界的了 邪恶的极致 也能产生 很强的创造力和杀伤力 但是他是为了破坏的 对 那是一种破坏之事 而我们追求极度的善 是一个常人 就是人的DNA之中 你不可能的事情 可是你真的在做 当一个人达到 极致善的时候 老天跟着落泪 众神跟着感动的哭泣 就把天人都惊动 从天国下来都给你散花 还天人供养美食 音乐 我自己都经历过这个过程 送美食给你 所以你很多天不吃饭 你不饿 你在那个世界都吃饱了 都是赞叹 是吧 当你那开悟的时候 世界下着那个极强的雨 像美丽的桃花一般 这个时候世界是 非常的风平浪静 非常的祥和美妙 对 所以大地因此而产生的 几种振动 就是激动的感觉 我要跳高的感觉 但是这种振动 不是地震 不是破坏力 所以众神为之感动啊 所以一个小小的人 大家都这么慈悲 可是我们这帮神 都没这么慈悲 我们还在天界 还大大沙沙 争地盘 争女朋友 是吧 你看一个人 就是他放弃了 自我的追求 他达到 达到绝对极致的慈悲 因此 天地神 都为之感动 为之 呵护 因此 这样人的 一切行为 或者讲说他故事的 书也好 一个光盘也好 他住过的房子也好 他摸过的东西也好 就像一道曝光在上头 就像孙悟空给他师父画 那个圈妖怪进不来 感觉一样 是吧 就像神给你的体护灌顶 灌到你的头上之后 你过去是个傻子 今天是大智慧 你过去是个白痴 根本不会赚钱 你就不用再动脑 你都可以财富无限 如果有一天你想到说 我弄得钱吧 你就会成为天下巨富 但这些人也不会拿着 这个巨富的财富来 炫耀和奢侈的生活 那也是神的生活 我也不是达到极致的这样的人 我可能接近或大约 也许可能就在这个朦胧之间吧 所以写我的故事这本书中 可能就含有这样的能量 也许你在阅读的时候 神在看着你 但阅读一遍的时候 开始接通这样的讯息 阅读三遍的时候 你开始融入着架沙书中 与天地神灵合而为一 所以你得到启发 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是 就容易理解了 我这样一讲的话 感恩师父 我们听得都很美妙 希望大家从中受益 感恩师父 所以我们有架沙书的 还要好好的再去读 而且平时不光是读了 一定是能够接收到 这样的这种神奇的启发 护有提醒 对 最后补一句 独家杀者 最终获得最高的 绝对慈悲的大成就 受到感恩师父 未来你是一个大成就者 天神提前护有你 不是合适的吗 很合理对不对 是 就是这样 对 感恩师父 大自大悲 好的 没有 还没有读过 架沙书的网友们 赶紧 人手一本 这本书 太重要了 其实对于我们也是 同样的 就是 哪怕之前已经看过三次了 可是今天师父 您开始讲过之后 我觉得我会再去看一遍 是的 我今天再开始看这个 架沙书的时候 可能我的心情 我的心境 也会不一样 对 你听我讲这一番 粗俗的感悟 你用我刚才讲的这篇话 去对应佛经中的心经 它两个合而为一 你就读透了佛经了 好 收到 感恩师父 加持 你的智慧会大开的 收到 感恩师父 加持 好美妙 现在觉得自己很雀 好美妙 这种感觉 揭秘了这样的一个神奇的书 揭秘了 感恩师父也在这个新春到来之际 送给我们这么好的一个礼物 这个礼物不轻 真的是 大智慧的加持 感恩师父的加持 还有礼物呢 还有 对对对 还有好消息也跟所有的网友们来分享 我们华人呢 其实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习俗 大年初一呢 要去上头香 也就是在神佛面前去表达我们的这样的一种真诚 然后也祈福 让自己啊 家庭啊 整个的这个集体啊 国家呀 都能够非常好 平平安安顺顺利利的来迎接新年 那今年呢 兔年啊 即将到来的时候 我们在菩提禅修学院网站上 已经开通了一个项目 就是2023大年上头香 那么这个项目呢 是给大家这样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因为往年其实我们都是可以到我们禅堂去上头香的 禅堂或者是对寺庙呀什么的 那今年因为也是世界各地疫情严重 尤其是有一些地区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 对对对 那我们为了方便所有的网友 所有的菩提同修 那我们再给大家一个机会 那么师父将在2023年大年初一的一大早 就来主持这个上头香的一个仪式 那也为所有想在佛前上头香 表达我们真诚心意的这些网友们呢 师父会替大家来上这个香 来来来代替我们 来带领我们在佛前圆满我们的心愿 这个太吉祥太舒适了 这个项目还是我们菩提禅修从来第一次 头一回啊 对 头一回 那跟网友说一下我们怎么去做这件事情啊 我们到菩提禅修学院的网站 在这网站你看上边这个黄色的这个标签的地方 求签起伏呢 你点开呢 第一个就是2023大年上头香 看到啊 好 那点选进去 就到了这个上头香的这个页面啊 好 那么 上面是这个介绍跟大家讲了啊 那么这个项目它的这个截止的时间呢 是 反正就是兔年一到来 我们这个项目就截止了 因为兔年的这个大年初一早上 师父就带 就给大家去实现这个心愿了 对 就要圆满了 就要圆满这个心愿了 所以呢 这个项目截止的时间是亚洲台北时间 大年初一零点 北美温文华时间 大年三十的早上八点 所以大家不要等啊 赶紧啊 要在佛前表达心愿 完成这个项目啊 好了 那么我们这些头香有四个种类啊 来供大家选择 我们看一看 一个是出入平安头香 一个是出入平安顾名思义啊 保我们的这个出入的平安吉祥 顺遂 那第二个呢 叫随顺心意投降 哇 这个就已经非常的 吉祥了 对 就是心想事成了 对 对孩子的学业来讲啊 对我们中年人的事业来讲啊 婚姻啊 幸福啊 家庭啊 家宅啊 方方面面啊 对老人的健康长寿啊 只要你想的这些美好的愿望 那么都可以随顺心意 那还有一个呢 叫事业兴旺 家宅顶兴 顶盛投降 哇 这个厉害了啊 这个看着就是带财而来的 家宅 事业兴旺的话 那么就财源滚滚呢 家宅顶盛的话 就相伙相传呢 我们的不仅就是这一辈人 我们创立了这个好的基业 财源滚滚 而且还能够传承下去 还子孙颜免 还很顶盛 还人才辈出 你这一家族 都是非常的吉祥顺利的 哇 这个护佑太棒了 那最高一等的叫 无量功德 药师佛护佑投降 所有学佛的网友 那都知道这个太重要了 对 你的这个真诚的上了一支香啊 获得无量的功德 还获得药师佛的护佑 那真是消灾严寿 遇难成祥 健康快乐 学业有成 方方面面吧 所有的愿望都能实现 对 都被护佑到了 都被护佑到 对对对 那这个新的一年中 是多么的平安吉祥啊 所以我们网友呢 可以按照自己的需求 也按照自己的 这个经济的能力呢 来选择你不同的 投降的这个项目 那我们填写的时候呢 非常的简单啊 我们做共登的 所有的网友们都了解的 在你这个 选择这个 起伏种类里边呢 你就去选不同的 投降的种类 然后呢 你就写上 受祈福人的姓名 那么出入平安的投降呢 这个是一个 非常亲民的投降 那么呢 就是一个人 比如说决真 或者是物理 就不要写决真物理 两个人就不要去分 这一份功德了 那么呢 比如说决真 我多想做几份 我可以做十份呢 可以做八份呢 这样子啊 这样是很好的 那其他的像 随顺心意啊 事业兴旺 家宅鼎盛啊 还有无量功德的 这些投降呢 我们可以写合家 对 这样让一个家族啊 一家人都共沾喜气 一块获得这样的 一种吉祥的护佣 这个是非常容易做的 那么我们大年初一的 上午十点钟 台北时间的上午十点钟 我们有一场直播 那么就会把一大早起来 师父啊 来在佛前啊 替大家 带大家上头乡的 这个视频呢 也播给大家来看 所以我们听到这个好消息 一定要在佛前上头乡啊 一定要赶上那个吉时啊 对 可能有的 有的人还想 这个上头乡到底有什么意义 就是刚才师父讲的 师父讲袈裟的时候 其实讲了很多 当你的这个真诚 用真诚去传达你心意的时候 神佛菩萨就接到了 那么就能够去满足你的心愿 我们刚才听到那么多 袈裟里边的神奇故事 物理师姐也说了 一个关键的钥匙就是真诚心 对 那么我们每个人都有所求 对 每个人都有所求 对 那我们就可以 有的时候人事做不到的时候 我们求佛菩萨帮忙 对 我们就可以用我们真诚的之心 去沟通佛菩萨 吉祥互佑的能量 那用一支香来体现我们的心意 随着这个香的往上去飘呢 把我们的心意带给神佛菩萨 来满足我们的愿望 对 还记得师父也是介绍过 其实大年初一就是 诸佛菩萨下临人间 没错 降临人间啊 对 就是在看哪些善良的宝宝们 对不对 要给我们点彩啊 是 对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是 师父来为我们大家来上通乡 太吉祥殊胜胜了 把我们这些宝宝们 已经都拖到佛前 让佛看到啊 对 那着重要说的呢 是这个无量功德 要师父护佑投乡 还有事业兴旺 家宅鼎胜投乡 这两种投乡的所有贡乡者呢 是师父亲自为你点燃上香 太吉祥 师父亲手会为你做的 是这样子的 那整个的上香仪式 都是师父来带领 来带着我们做的 太吉祥了 感恩师父 我们这样做的这个缘起 一个是疫情期间 还有的世界各地 有些地方没有我们的道场 是 那你想来一下 也不方便一下 对 还有呢 这个新疫情 新疫情也快速的这个反扑 对 我们也减少聚会 就是我们世界各地的禅堂呢 目前也是在一个比较最高规格的一个防疫的状态 所以现在那个班呢也是在禅堂来说是停止状态 所以呢 大家来禅堂上香已经不容易了 所以我们就想到为大家能够上头香 就觉得初一就是最好哈 对 当然了前三天也行哈 初一 初二 初三也都很好哈 至少能保佑我们这一年乃至几年的平安吉祥 健康长寿 这个全家幸福和睦 还有事业有成 因为这个疫情期间呢 很多公司行号都关了 倒闭了 你看你见到的 你像温哥华不错的餐馆 咱们去马来西亚也有的 挺知名的餐馆 这次关了就不在了 对 还有什么服装店关了 手术店关了 倒闭的真很大 还有理发店关了 装修公司的也倒闭了 对 对 有些贸易的也关了 对 但是也有人在这个时候还做得不错的 也都有 是吧 那我觉得有很多这也都不是巧合 有的真的你那么吉祥 有这个神佛忽悠着 就做 比如说做同样的一种经营 有的人就赚钱 有的人就赔钱 那你这些能量都是很吉祥顺利的时候呢 那你自然就能够生存下去 甚至还能取得成功 对 所以人得到神佛的加持呢 我觉得 应该一定是能够吉祥如意 是 这一切的美好的事物都能在你那里呈现出来 让你的人生变得就是更精彩 更有成就 对 这个大家知道一点 太敢师父给大家这样一个机会 对 所以呢才有这样一个点头香的这样一个说法 今年是第一次 真是 对 好 有需要的人就来报名呗 好的 对对对 就是到菩提禅修学院网站 要去那边 对 好那我们春节期间 其实也师傅也是为网友们准备了特别丰富多彩的 非常精彩的直播内容 对 那这些直播互动里可能有什么呢 给网友们大概透个底儿 其实就是我们网友最希望每年开春 就是开年之初了 能够得到师傅的一个指点 对 哪怕幸运的呢 那希望好上加好 对不对 真的如果我们这一年 真的是如果我们的命运命相之中 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发生的时候 也希望师傅来给我们化解 要感应 对 这个通过什么样一个方式指点呢 那就是网友们最喜欢的 请师傅来帮我们来看相 哇 来解释网友看相 对 师傅是一个人一个人看呢 我们去年就 那么看相 可每个人脸不一样 你不能一个群体看 说你们这些人类 是吧 就只能一个一个地看 每人自己的命运 自己写在自己的脸上 对吧 就是这样 但是大家不一定想让看 哎呦 这个太受欢迎了 太爱看了 但是我要看是公开说的 所以说我的照片不能用 那我们就不给你看 对 好那怎么报名 怎么报名 那那么多网友都要希望能够 请师傅来指点我 对不对 那怎么报名呢 那我们也是会公布一个 金菩提宗师看相的 这样一个报名表 我们先请那个看一下我们的链接 那如果你有这个需求的话呢 你就可以进这个报名表 来提交你的问题 那其实这个问题 其实我们也是讲过 你看相的话 要有事来问 你不能泛泛而谈 我长得怎么样 那没意思 你一定要就是有想 请师傅指点哪一个方面的问题 你再来问 那问题呢 要描述的越细致 给到更多的背景知识 才更有利于得到正确的指导 那同时看相看相 我们要让师傅看到你的相 就要看到你的照片 那么我们对你所提供的照片 也有下面这些需求和要求 我们网友朋友们注意了 第一拍照的时候 你要注意光线要明亮 你看我们要看得清楚你的脸 不要自己背光啊 就黑乎乎的看不到 第二背景要干净整洁 我们能够看到 后面不要有一大堆的东西 反而就干扰了 看你的那个面相的问题了 第三镜头的高度 与眼睛要大概持平 我们不要像平时 我们一直手机自拍那样 找最美的角度 这样不行 这样会干扰我 师傅看相的这个准确性 第四 要露出你的额头和耳朵 你披头散发 耳朵都遮起来了 其实是不完整的 就看不到你其中五官之一了 对 有些把眼睛眉毛都挡住了 根本没法看 对 还有就是额头也要露出来 对 额头耳朵脸都露出来 对 五官都要露出来 好 第五个 对于女孩子来说也是重要的 是不化妆 你一化妆 就不该遮的都遮住了 不该凸显的也凸显了 也是不准确了 就不能 不是你真实的你了 第六 不修图 不加美颜滤镜 美颜是漂亮 但是遮掩了你了 这样也不对的 第七 不戴美瞳或隐形眼镜 这个美瞳或隐形眼镜 其实也很大的改变了 你的眼睛眼神 这些都改变了 那么呢 如果你平时是戴眼镜的呢 你倒是应该要 也给我们提供一个 你戴眼镜的照片了 对 对 对 就是这样子的 嗯 好 那么我们希望你提供以下照片 照片一定要是近期拍摄的 我们希望是在一个月之内的照片 如果你为了来参加这个 看相的这个直播活动 希望是指点你呢 最好你就是现在 刚刚开始拍的 那需要正面照 需要左侧面照 需要右侧面照 还需要45度侧面照 两边的45度这样照 这样的话 师傅也能够全方位的来看到 你的各个器官 面相 总体都会 不会错过 我问一下 我们网友问说 平时他这个头发梳的 就是有刘海的 这个时候就是要掀起来 对吧 对 掀起来来照 因为你刘海还会遮住 你额头上的很多 对 一些点呢 或者一些迹象 对 这女生最好口红也别擦 哦 不擦口红 因为你自然的唇侧 还要擦了口红之后 就原来那个嘴唇的样子 可能因为多抹和少抹 就改变唇型了 对 它的命相 这些都有关系 一定要素颜了 就全部是素颜的 对 对 那个耳环也不带是吧 不要带 对 耳环也挺大的 就我看不见你的耳垂头 是 对 好 那么你在填这个表里面 我们一定会问 你想求哪方面的问题 那你就要写出来 那写了目的之后呢 你要尽量的详细的阐述 你的这个问题 和它有关系的一些背景信息 你比方说你要求什么的 那个求学业的话 你要告诉我们 你现在的学习情况是怎么样 然后呢 然后呢 你心里想的是 未来想去考哪个方面的学校 或者是专业 就是你要提供一些 你的这个背景信息的 好 那越详细呢 其实越容易来给你做指导 对 好 那有的时候呢 我们也是有些同学 就是会比较的渴望 立刻得到一些答案吧 所以其实很多的一个辅助的方法 就是去抽我们的钥匙灵签 或者是用金菩提宗师的64挂 我们先来求一挂 同样的就是你想请师傅 帮你看一下解答哪一个问题 你就这一个问题去抽一个钥匙灵签 或者是抽一个64签的那个挂 那么到时候呢 这个签和挂的挂像和签文 也请你在这个备注里面 就是也发给我们 就比方说 哎呀 我是求这个升学的问题的 那么我这个问题呢 我的钥匙灵签 求了一签 就是钥匙灵签 钥匙灵签给我的是第几签 好 签文 那我们自己会找到签文 你可以不用写 但是一定要告诉我们 是钥匙灵签的第几签 或者你说我用的是那个什么 64挂的 我是抽的是哪一挂 挂的那个 因为这个挂文 都比较的简单 都是四五个字的 你可以把挂文 直接就告诉我们 那这样的话呢 也可以辅助一下 但是这个抽签和这个求挂 它不是必须的 不是必须的 如果你愿意 可以做一个 做辅助作用 那我们在这个抽签和 之前和求挂之前 还是有个提醒 你这个 这就是求签的前三天 要吃素 要保持清静 然后呢 注意言行 要不恶语 不骂人 不酗酒 那你求签之前 还是要沐浴更衣 那如果身旁有佛像 有师父的法照 应该先礼佛 在师父向前也要礼佛 在佛前要恭敬地 提醒自己的问题 再进行抽签 这一点我特别要提醒的是什么呢 是一签问一事 求签的时候 才会有一个明确的问题 比方说 我求这个叫什么 我想问师父的 就是关于升学的问题 那我就这个升学的 这一个问题去求一签 你不要求上好多签 第一签自己求出来 一看是个下签 不满意 我换一个签 行吗 不合适 你应该如实地告诉师父 你关于想问的这个问题 要师父林谦给你的 是哪一个答案 或者是六十四卦 告诉你的是一个什么卦文 要如实实事求是的 这个才会真正地帮助得到你 另外呢 就是面相中我们都知道 是不很难很难有完美的面相的 所以呢 就是为了帮助大家 真实地帮你解决问题 刚才绝症世界讲 帮你能够改变 来改运 转运的话 那么其实看相中 无论呈现的这些信息 好和坏 师父都会如实地来告诉你 所以我们一定 还是要非常地真诚地 不是说一定要说你顺心 你听好听的话 你才会觉得开心 这个就不是一个 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 那么这是整个这个 看相报名表 还有一个前提 一定要请大家注意的 就是如果你想请金菩提宗师 为你来看相 为你来解答问题的话 你的这个照片是必须可以公开的 因为我们选中你 其实是希望跟广大的网友 一起来分享的 来讲这些 那么如果你不变的话呢 那我们就建议你不要用这种方式 来请师父看相了 以后再找机会 你可以提问题 你看看师父能不能帮你 那决真 那个 吴吕师姐这边还有一些问题吗 他问说 决真师姐 要问一下 那个 小孩子 可以看吗 还是说 有几岁年龄以上的 可以 可以看相 我觉得那个年龄 最好过了六七岁 因为那个小宝宝 他的变化比较大 通常脸上的虚的肉比较多 虚胖 对 婴儿肥 就是看相看相 看的是什么呢 看的是叫骨相 骨相 骨头相 我们比如说 比如说 全骨高的人 是因为 里头的全骨的骨头高 还有高全骨呢 长的方向不一样 也就在眼角下头 是吧 有的一直挪到腮帮子这来 是他那个 全骨的骨头 找到那个高度的位置不一样 那这个 在我们在外向上看 那个全骨高度和长的位置呢 是里面的骨头 你额头骨不骨 对不对 立不立起来 是里头那个头颅骨的骨头 是这样的 是这个骨相来着 那所以呢 这个特别小的儿童呢 他这些骨头 还没有基本的发育 完全 我们会发现 很多小孩小宝宝 等到了二十来岁之后呢 你发现 他就没小时候那么可爱了 大眼睛变小眼睛 白皮又变黑皮肤 很多童心 长着长着长大了 真的变化很大了 最后变得不怎么样 对 就是这样子 所以他特别小的时候 这个年龄 他那个像还没有真的发育完善 他还在变 是 他变化比较大 那我们 你不能乱说呀 所以我看像 对谁都不讨好 我看见他说啥 因为是我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你不能想骗人呢 说真话 我们只能要直言相告 就看到的 当然谁都想听好话 尤其是给自己孩子看个像 就是说这里不太完美 那完了之后 一般的心中是不愉快的 但是呢 我们 你让我看的话 那你让我 全就是给你拍马屁 那还有干嘛 我们设这个项目呢 那你其实你心中 肯定不是这么想的 但是说到一些 确实不太吉祥 不太好的时候呢 你应该学着去预防的 我们怎么能改变 接下来会发生的这个事实 有时候 看得准的时候 就可能 哎 明年你遇到一个灾 是提前已经看到了 你应该学着说 要请问我怎么化解 对 而不要说 就是 扒一份撞死 但是你提前一天都不要告诉我 不要告诉我 就让我死去好了 对不对 那你到底要哪一个呢 我们是要化解灾难吗 对 都还是一番慈悲的提醒 绝对是 所以我不告诉你 这才叫骗你 但有些人真的是 就是为了糊口 图你高兴 就是说他就只说你好的 是 是吧 他对各种年龄层的人 都有一套 像唱喜歌一样赞美的词 为了取悦他 取悦你之后 那可以 你就收到很多看相的钱嘛 这样 走为看相的这个人 就会得了很多不义之财 那我们不是为客户看相 我们还是为我们的网友 直言相告 我对谁看相 我都会直言相告 主要是化解 你要怕我说你的灾难 别找我看 化解灾难 谁请我看 我有心看的时候我就看 但是我会告诉你 但是我也确实想取悦过人 确实想取悦过 这个人身份太特殊 完了之后呢 他又有很高的身份 完了之后 他特别害怕 你说他有不好的东西 这个时候就 这种感觉压迫的我就会 我不说吧 别的谎 说吧 这个词找不到恰当的词 只能点到为止 最后我就会说话 不要忙 那个大概可能就挺好的 我就不说实质的话了 那他也听不懂呀 得不到帮助呀 但是懂我的人呢 就知道 哎呀卡住了 卡住是 我们没办法说 这个真实的问题 这样确实也没有办法 真正的帮助到他 所以你只能 看着他老去 就那句话 你看着他可能有灾难会呈现 因为他就说 你别告诉我 我不想听 但是你说另外一句 就是你不想听 是吗 我告诉你 活一百岁 哎呀这可以说 你说吧 这个我听到了 还大富大贵 好你还能减费 哇高兴 光想这些话 其实是骗你的 我不是那个个性 我觉得是违背我的做人原则 所以让我看 我就会 不敢说铁口之断 我就会通常会直言相告 对 师父还是一个慈悲心 是帮大家去化解的 非常慈悲心才这么说 对 是这样 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师父也为我们 就是一些网友 解签 解签的时候 也用一些照片的 发过来的 其实还是有一些 比方说 我就记得师父 有大多数人 都是还是 就是一些提醒啊 警示啊 这个要小心啊 这些 但是有一个孩子 就说 他们两个很好 就是说 看一对小夫妻 合不合适 好像是美国的 对对对 师父看了 就说他们俩很好 而且说男生 你这个还是适合创业 这是我听到 真的是为数很少 很少 百分之一都不到 因为创业 做老板的话 说多数人是就业 就是找工作 其实更踏实 是 做老板 风险高啊 对吧 风险高 还有他个人 他不具备这个命啊 真的是命运 对 其实没算过账啊 那么比如说你做老板 你开个小餐馆吧 在今天的 就是中等以上的城市的话 通常都要花到 百万和几百万 不管你什么币 比如说中国啊 还有美国美金呢 相当大的价币啊 新加坡的新币 你开个小餐馆 你没看到花钱 就是最少是百万和几百万 这还没有运营呢 很难挣回来哟 而且还很难拿到政府对你的批示的制造 因为餐馆嘛 注重这个卫生安全啊 要求非常高 是的 一般在那个县城里开餐馆的 你就不能进大城市开 它的卫生标准你过不了 这关的 但是就算过不了关 你都花了几百万 是 你如果不会运营呢 接下来人工啊等等的费用 一大堆又花进去 所以不容易 真要能够做自己经营创业的话 其实也是个危险的道 但是多数人还属于叫就业型 而不适合创业 对 所以就是师父如果是说适合哪一类的 我们就听师父的话 这样是最保险安全的 但是如果师父说 你可以有这个机会去尝试一下 那我们就应该去拼一拼 拨一拨 也别反正要考虑 自己掂掂自己的心脏怎么样 对 有时候做事一个 就算换一份工作本身 通常给一般的心理素质的人 就带来很大的刺激 乃至是创伤 都是这样的 好 我们刚才讲了这个 看相的这个好消息 我们屏幕上再显示一下 刚才的那个报名表 网友来 那个链接 对 网友要拍照一下 对 我们咔嚓下来 对 先把这个 这个 这个瓶 截瓶截下来 然后我们再去填写 对 你点进去之后 刚才物理师姐介绍的 那一些注意事项 上面也是有的 我们好好的阅读 好好的填写 提供正确的照片 提供比较详细的信息 方便师父来帮你来 消灾灭难 指明方向 改运开运 新年 新春开运 新春开运 那真的是大吉祥 对 完了之后 春节期间 咱们拿几天直播告诉大家 好呀 好啊 那下一场直播就是我们的亚洲台北的时间 是除夕那一天 也就是杨历一月二十 就三十晚上吧 年三十晚上 年三十 对对对 也是杨历一月二十一号周六的晚上七点钟 跟今天的同一时间 那下一场呢 就大年初一 第二天 第二天的上午十点 那天师父很辛苦的 一早上一大早先去上头乡 然后我们又赶一场直播 对 接下来初二 初三 也都是亚洲台北时间的晚上七点 连续四场 正常直播时间 对 连续四场 我们跟着师父一起过年啊 对 我们的网友也把这个屏幕拿手机拍一下啊 来去传播给你的亲朋好友 一起来新年看直播 尤其是师父会有给大家看面相啊 解难开运 这样的一个好的事情 哇 这个真是不容错过 好看 好像师父刚才还有讲嘛 还要还要发大奖哎 还有普洱茶 还有其他好东西 好多大奖 你看今天又送了大宝瓶 哎呀 真的是送的太好了 很多好东西 我都想送给我们的网友 对今天才刚过了小年 这过大年的时候 这奖品更大哟 还有大奖 还有手机 哇 还有手气 对呀 我的佛呀 欢天喜地呀 是 因为我们热心的网友啊 有时点赞 还有打赏 哎呀 头几次打赏 打得我脚都发软啊 我都没见过这个东西 今天还继续哦 大家的表示心意 真是非常感谢 因为大家很受益于师父的直播 感恩师父 谢谢 好的 那这个 我要说啥来着 我还有一件事 我给忘了 忘了就算了 就是该忘了 我们等着那个过年的时候 反正这几场直播 我们连续都会跟网友见面的 对 连续性的嘛 对 我们很多要聊天的时间 对 我刚才想起来了 我们春节这个直播的时间表呢 做一个表格 放到那个Facebook上 也会发出去的 就让大家直白地看到我们这几天的具体时间 对 所以我们有很多内容要讲 应该是可能你会喜欢 那个你会喜欢 因为我说话都是很直白的 没必要拐弯 也不奉承 对 太好了 还有很多我知道的一些知识会告诉大家 网友们都特别特别感恩师父 都是欢欢喜喜的准备跟师父一起过大年了 是 那还有呢 大家要关注一下 就是我的YouTube YouTube上头那个平台上 将会有多种语言 有十几种语言会出现 是 太方便了 是 那么还有一个呢 就是 就这一两天 我会贴出一个 又是一个超短的视频 当中 可能对于 对于新时期的感冒 感冒和防疫的那个小偏方 会比较叫 叫做加强型偏方 它的效果会更好的 偏方即将推出来 即时语啊 真的是很需要 现在当下 对 如果有可能 可能今晚上和明天就会推出来了 让大家关注 好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讲的差不多了 我们准备欢喜喜 过大年 是 好 先预祝大家好 新春快乐 收到 如意吉祥 收到 全家幸福 收到 初入平安 收到 身心自在 收到 健康长寿 收到 我们大年三十晚上再见 感恩师父 收到 收到 去 收到 下 收到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自在了 因为有了你 生命变得更坚定 不悠悠无虑 因为有了你 日子不再有哭泣 不再有恐惧 我快乐了 我健康了 我幸福了 我美丽了 在茫茫人海之中 让我与你相遇 小小的红点里 全身就此欢喜 我快乐了 我健康了 我幸福了 我美丽了 在茫茫人海之中 让我与你相遇 小小的红点里 人生变得神奇 我自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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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在了 我自在了 因为有了你 了解神秘的真意 修行的利益 因为有了你 日子犹如彩虹般 彩虹般美丽 我快乐了 我健康了 我幸福了 我美丽了 我快乐了 我美丽了 我幸福了 我美丽了 我比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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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